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美丽啊 话说小美丽每天都好像睡不饱一样 困得要命 每天都想抱着枕头 一直呼呼大睡 可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可不能随便乱买枕头睡觉 为什么呢 让我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惊悚片 奇幻夜之枕腰 故事是这样子的 话说啊 有一对小情侣 女主小静是个护士 男主阿康 年轻而为 两人看似都是狼才女帽的一对 但是我们的小静啊 对待感情 非常的敏感 从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怀疑阿康出轨 就在这天小静去洗澡的时候 听到阿康的手机响了 于是他松一杆子的跑出来 想知道谁找阿康 原来我们的小静一直监视他 甚至装了窃听软件在阿康手机里 呃 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阿康知道后也很生气 但还是骗了女友说没什么 这时小静反过来问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那为什么怕我知道呢 行吧 无奈之下阿康说出了事情 原来是前女友跟阿康来借钱 但阿康还借个人家了 你说说 就这样小静彻底崩溃爆炸了 在家里大发雷霆 乱摔东西 跟阿康大吵了一架 阿康说了几句 也就离开了家 没理会他 留小静一人继续发飙 小静回到医院上班后 发现阿康这是一去不复回了 天天给人家发短信 阿康也不勒他 工作也是桑桑个脸 小美丽告诉你们 姐妹们千万不要当舔狗 舔狗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就这样一无所有的小静 还在同时的开导下 去酒吧玩 可满脑子都是阿康的他 还哪有心思玩 不然他这心也太大了吧 回到家后的小静就开始失眠了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长得那是浑身难受啊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呀 于是病急乱投医 小静来到一个杂货店 在老板的忽悠下买了个药枕 老板说我们不信广告 信疗效 哎 这小静啊 估计在老个几十年 包准是个被忽悠的老太太 但是他回家刚试了一下这枕头 嗯 闻着还挺香 他迫不及待的开始试睡这个枕头了 这一世可坏了呀 他枕着枕头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 他的阿康回来了 还对他格外的温柔体贴 在梦里和阿康亲密的相处后 醒来对这个枕头更满意了 要不是他只有一个头 估计还得回购 而这边同事告诉小静 他有警察朋友 可以帮他找一下阿康的下落 免得他天天这么忧心忡忡的 小静爽快的答应了 警察来到他家后 坐了一会儿 简单的询问一下便走了 而这时画面一转 小静的枕头开始呼吸了起来 仿佛有生命一样 难道这还是个高科技枕头 但就此啊 小静是离不开这枕头了 吃饭什么的 哪有和阿康在梦里约会重要 天天在家里抱着枕头睡大觉 醒来后的发感觉身体不太对劲 脸色越来越差 看眼圈都好掉到下巴上了 头发也一把把的掉 可是小静哪管那些 在梦里的他和阿康愈发的甜蜜 于是他直接给医院打了电话请假 告别了所有的心思 在家安心睡觉 可这一睡就睡了个彻底 很快同事和警察都赶来到了小静家里 发现了在睡觉的小静 可是他们怎么也叫不醒他 这时的小静已经睡自在自己的梦里了 事情还要从小静和阿康那次吵架说起 真相原来是在那次 小静失手把阿康杀掉了 害怕的他一直把尸体藏在衣柜里 而他买的这个枕头也是很诡异 里面住着一只妖怪 专门吸食人的洋气 而阿康虽然死了变成鬼 但是他依然爱着小静 知道自己都不过枕头里的那只妖 想办法通知来了警察他们 但是为时已晚了 哎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男女交往之间 一定要给彼此空间和信任 只有双方相互信任了 路才会走得更长远嘛 而且还告诉我们 不要贪睡哦 好啦 小美丽要去睡觉了 睡醒之后 希望看到你们的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